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四向烏克蘭政府表示 美國力挺烏克蘭的主權與領土完整 布林肯說美國反對俄羅斯以魯莽與侵略行動 向烏克蘭邊境部署重並 布林肯此行是在俄軍押警幾個星期後對烏克蘭表示支持 但美國並沒有宣布對烏克蘭新的軍事援助 烏克蘭是美國與俄羅斯博弈的一個焦點 俄羅斯在幾個星期前向烏克蘭邊界調集了10多萬大軍 導致兩國邊界緊張局勢嚴重升級 雙方相互驅逐外交人員 國務卿布林肯4月中旬緊急前往北約 當時美國與北約一致譴責俄羅斯的舉動 並表示將維護烏克蘭領土與主權完整 烏克蘭希望盡快加入北約 莫斯科則表示這是不可接受的紅線 清水部門 激火金 激火金 感谢观看